大家好,离开迪士尼之后,我们去车一个小时,来到圣皮特,参观这里的达利美术馆。 刚刚开始制作视频,希望大家给个三连,表示支持,非常感谢。 博物馆的成立要得益于来自于克里夫兰的莫尔斯夫妇,当他们在克里夫兰美术馆中第一次见到达利作品的时候,就深深爱上了她,并于1943年在美国纽约与达利夫妇相会,从此建立了长久的伙伴与朋友关系。 位于佛罗里达的这座达利博物馆,也是在欧洲境外拥有达利作品最多的美术馆。 馆中共收藏了达利的2140幅作品,其中包括96幅油画,100幅水彩画,以及1300多幅素描作品。 博物馆按照达利的生平来分割展示作品,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17岁的达利曾模仿伦布朗或者梵高所绘制的自画肖像。 以及受到法国印象派所做的风景画作。 在不断的创作之中,达利慢慢地开始放弃印象派的松散臂触,和强烈的色彩。 以获得更大的结构,在此期间,其深受毕加索的影响。 在这幅妹妹的肖像画之中,达利表现了自己与家人动荡而痛苦的一生关系。 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达利想展示其绘画技巧的画作。 另外,达利还有一位素卫抹面的哥哥,与其同名萨尔瓦多。 这一时期在之后经历了身份危机,他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萨尔瓦多·达利。 这个时期也是达利艺术的过渡时期,他称此时期为反艺术时期。 受到科学期刊上林肯照片的启发,达利运用他在感知切换的愿景,创造了一个双重影响。 在这里可以使用手机的AR技术来进行一个动态的演示。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另外达利对数学及物理也相当着迷,他将这一幅传统的静态画通过细节的展示。 变成了世界如何通过现代数学和原子科学的进步而改变的陈述。 在这幅取名官僚的作品之中,达利表现了与父亲不再亲密的关系。 1929年是达利的人生分水岭,他在这一年认识了他的谬斯女神Gala,并开创了他艺术阶段之中的超现实主义阶段,开始创作他称之为首会梦想的作品。 另外,在这期间,他也深受佛罗尼德·梦德解析的影响,其也体现在其画作之中。 在他的许多作品之中,达利开始思考生命的起源和时间的流逝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而这些超现实主义的主题,也带来了不少的挑衅,这也是达利名声大造。 达利也会将其身旁的人物构建在自己的画作之中,比如这幅以自己保姆为主题的作品。 在有抽屉的维纳斯这个作品中,他再一次直见佛罗尼德,因为佛罗尼德曾经说过,探索人类大脑如同抽屉一样打开。 画作中的三个个体指的是希腊、美丽、魅丽和欢乐三女神,但实际其暗示了控制生死的三个命运。 在达利的下一个绘画时期,其所追求尺寸巨大的画作来创作,这其中包括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及故乡西班牙斗牛为隐藏元素的画作。 这是一幅视觉要求很高的作品,你可以在两张不同的作品以及图像之间来回翻转。 一面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佛尔泰,一面是牡丽市场。 在达利的晚期作品之中,他的缘斯女神Gala也曾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如同这幅描绘三位一体景象的大公理事会。 1949年,达利再次回到故乡西班牙,在这之后他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艺术目标,放弃了个人的梦想形象,开始去探寻科学、宗教和历史的普遍话题。 另外,在这一时期,达利也多次致敬西班牙大画家迭格·贝拉斯克斯,比如这一幅描绘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斯式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的绘画像。 其原作正藏在维也纳国家博物馆中,使用AR技术来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动态演示。 博物馆之中还有多幅画作 可以通过手机的AR技术进行动态演示 让我们来再看一看这幅作品的动态演示吧 以融化的时钟为主题的作品 大概是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作品 达利曾经对他的谬斯女神说过 一旦看到就永远不会忘记 另外在达利的作品中 也经常能看到体现当时历史事件背景 以及民生问题的一些主题的隐喻 不知不觉在达利博物馆之中 已经度过了四个多小时 最后在这一幅双重画像之中 结束我们这次的行程吧 这幅现实主义的画作描绘了人生的三个时期 佛罗里达的行程还在继续 希望大家继续地多多关注 现在在花园之内 我们再欣赏一下美好的园雕 以及佛罗里达的明媚阳光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那戏 还在一边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